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收看微觀時事評論 微觀帶您看世界 我是美玲 6月25日 京東創始人劉強東套現66億人民幣的消息 衝上微博熱搜 她還被曝光 與5.6億現金購買意大利豪宅的神秘中國女富豪關係十分密切 引發媒體關注 美國證監會近日披露的數據顯示 劉強東於6月17日減持京都A類普通股450萬股 價值大約2.79億美元 約和人民幣18.7億元 就在此之前 劉強東還通過其控股的Mark Smart Limited接連減持京東股票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減持1.1億股 大約是6.53億美元 約和人民幣43.8億元 此外 劉強東還在4月底至5月初減持京東健康4.4億港元 約和人民幣3.8億元 一現任京東集團CEO的劉強東在短短2個月接連套現人民幣66億元 引發輿論熱議 劉強東是不是要跑路了? 與此同時 劉強東還與一位神秘的中國女富豪娜妮王的關係也被曝光 就在2個月之前 這位神秘的中國女富豪一次性支付5.6億元人民幣現金 購買了意大利薩丁島一套頂級豪宅 背後的真正主人疑似是劉強東 意大利薩丁島地方媒體L-Uni-One Sarah的於6月18日曬出一座莊園照片 同時也曝光了買賣這座頂級豪宅交易的支票 購買這座莊園的買家是一位年輕的中國女士 名叫娜妮王 該筆交易以一次性加急轉賬的方式完成 為分期付款 也未借到開曼群島的離岸公司名義購買避稅 這種情況極為少見 購買這座莊園的買家是一位年輕的中國女士 名叫娜妮王 報導表示 4月8日中午 意大利銀行收到一筆8000萬歐元的緊急轉賬要求 轉賬者在花費5.16歐元加急轉賬手續上 又附加了46.49歐元的無干預直達服務 彷彿是迫不及待的需要資金轉入另一家瑞士銀行照顧 神秘的中國女富豪一次性付款的消息震驚了當地的豪宅市場 根據報導 這個豪宅是地中海五大高級莊園之一 坐落於著名的翡翠海灘切爾沃港 佔地4公頃 有3個私人海灘 49個房間 1間電影室 1個直升機停機坪和1個私人游泳池 在上個世紀的70年代 曾由英國的大亨查爾斯.克洛爾勳爵擁有 報導表示 購買豪宅的女富豪娜妮王今年33歲 出生於中國的江蘇省 是中國的電子商務巨頭 天眼查顯示 娜妮王在大陸共關聯19家企業 註冊地多位於三亞 宿遷 其中關聯的兩家註銷企業 法定代表人分別是劉強東和其妹妹劉強如 另外 娜妮王關聯的多家公司 與名為吳傑的人有關聯 而吳傑的關聯公司中 多次出現京東旗下公司 據媒體報導 吳傑是劉強東的表弟 無論這名中國的神秘女富豪 娜妮王在海外購買的豪宅 其真正主人是不是劉強東 她接連套現 以及與女富商的關係 被大陸媒體廣泛報導 而且登上微博熱搜 這對劉強東來說 都是不好的信號 微博網友全都是頭像也質疑 劉強東套現到海外洗錢 是打算外逃 洗錢的方法多著呢 鄉村振興他們是不打算幫忙了 先富帶後富 不 是先富後跑路 另據報導 去年有1.5萬富人携萬億資產跑路 包括馬雲套現上百億 隨後 阿里巴巴股價開始下跌 拼多多黃征現任套現百億 海底撈創始人張勇 攜1265億元移民新加坡 麥瑞元老李希廷攜1531億移民新加坡 等等等等 這些跑路大佬肯定是嗅到了某種危機 與其把錢留在市場貶值 還不如直接套現放在自己身上更好 這次妮娜王現金購買意大利豪宅 是否是幫助套現之後的劉強東跑路 我們將持續關注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是美玲 我們下期再見